五代史患者传论 欧阳修 自古患者乱人之国 其缘深于女祸 女色而已 患者之害非亦端也 盖其用事也尽而习 其为心也专而忍 能以小善众人之义 小信雇人之心 使人主比信而亲之 待其以信 然后聚以祸福而把持之 虽有忠臣硕士列于朝廷 而人主以为去己疏远 不若起居饮食 前后左右之亲 唯可事也 故前后左右者日亦亲 则忠臣硕士日亦书 而人主之士日亦孤 士孤则聚祸之心日亦怯 而把持者日亦劳 安慰出其喜怒 祸患浮于为他 则向之所谓可事者 乃所以为患也 患以身而觉知 欲语疏远之臣 徒左右之亲近 缓之则养祸而一身 缺之则携人主以为之 虽有圣志 不能与谋 谋之而不可为 为之而不可成 至其甚 则聚伤而两败 故其大者亡国 其自亡生 而使坚毫 得借以为资而起 至掘其种类 尽杀一块天下之心而厚矣 此前史所载 患者之祸 常如此者 非遗逸 非遗世也 伏为人主者 非欲养祸于内 而疏忠臣硕士于外 盖其见机 而逝使之然也 伏女色之祸 不幸而不悟 则祸思极矣 失其遗物 足而去之可也 患者之为祸 虽欲悔悟 而事有不得而去也 唐昭宗之事事已 故曰 身于女祸者 为此也 可不戒哉